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我先借這個 剛剛兵哥提到那個重點 這個國共內戰 就是習近平那個調研 觀眾朋友 你要站在大陸的立場去思考 我們也是國共內戰 我們是國共內戰還沒打完 在他們第一面 他是內戰的延續 他不承認中華民國 是國共內戰之後我們打到一半 然後蔣中正的國民政府跑到台灣來 他就認為中華民國滅亡 我們是國共內戰 所以你看剛剛兵哥提到中華民國 他去調研 他故意去看 他們的閒情安排是一定有他的意義的 剛好路過去不是這樣子 他是刻意去那邊 所以他們的官媒都會報導 我就讓你知道說我去看這個東西 他的意義是大家就開始猜了 所以你看有些學者說他就是要去提醒你 這個是國共內戰 那也有學者說沒有沒有 那個是剛好巧合什麼的 特別是在第四次台海危機之後 他安排這個行程 看你要怎麼解讀 你也可以把他解讀說他就是去悼念這個 提醒大家什麼解放軍的什麼 你也可以重寬解釋 可是如果你比較悲觀的 比較嚴肅的看待的話 他在暗示什麼 所以剛剛兵哥講的很重要 現在是國共內戰還沒打完 然後用這個 其實他們激烈都是他們大事 簡單講就是我們輸了嘛 當時的國民政府輸了 不然應該是共產黨跑到台灣來 怎麼是我們跑到台灣來 誰輸誰贏這很清楚嘛 這個答案是很清楚 那剛剛這個 因為你談說習近平要出訪 已經談了很久了 那下禮拜真的會去嗎 單身廣我當個250 如果他沒去咧 沒去就是延期嗎 還是什麼的 因為他已經兩年多沒有出訪了 所以包括年底的這個G20 在這個印尼 他一定會去嗎 他一定要去嗎 還是說在20大之前 他就跑一趟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我的看法跟剛剛單身廣 剛好是顛倒 就是因為拜登前陣子才去過 因為拜登才去被洗臉 那我還去嗎 那去的話 就像你剛剛講的 你的媒體戰 輿論戰一比就要說 你怎麼獲得比較高規格的這個 這個對待啦 或者這個沙烏地 特別禮遇你什麼的 那美國說你也好了 你叫他去洗我臉嗎 其實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的研判是 就是因為可能會造成這樣的話 我反而不去 或者說我反而就 那是不是等到我20大 我國內的重要的政治議程 我把它處理完了 以後再說 我現在飛去不可的理由是什麼 去讓你去洗臉嗎 去洗臉美國嗎 去讓你選邊站 所以我反而我會電腦 可能會說出了一口氣 你看我們習近平的規格比拜登高 沒有人在比這個 比這個是有獎牌可以領嘛 沒有東西可以領 所以我呼應剛剛賓哥講說 他們特定的 譬如說李克強去習近平去 我給大家看 這是我們今天最新的 這是我們的蔡總統 他跑去蘇澳的海軍基地 他去幹嘛呢 當然就是圍繞這些 我們的這些很辛苦 因為前一陣子 這個解放軍在演習 我們的海軍 因為我們的海軍 其實就是這個 所有的配備什麼都很辛苦 包括潛艦這些什麼 巡防艦等等 但是觀眾朋友 他去安排這 蔡總統的行程 他也是一種定調 他要定調什麼 你看蔡總統的這個幕僚 黃崇彥 他昨天特別在友台的專訪 他講說 我們的研判 本來大陸就是要掌控 第一島鏈以西 不管裴洛西有沒有來 都要去掌控第一島鏈以西 第一島鏈講的就是 我們以西就是我們宜蘭 花蓮台東 我們東部外海 就是第一島鏈以西 第一島鏈跟第二島鏈中間 那觀眾朋友 你要去講說 這個蔡總統的重要幕僚 我們總統府的副秘書長 他要出來帶的風向是什麼 包括我們最近的幾位媒體人 圈圈跟XX 他們帶的風向是什麼 他們要帶的風向 就告訴你說 裴洛西來 第四次蔡海維基 我們偉大的蔡總統 通通沒有錯 因為他本來就要 就是不管裴洛西有沒有來 他都要第一島鏈以西 他在帶風向 他在幫蔡總統卸責 第四次蔡海維基 不是蔡總統造成的 蔡總統是無辜的 壞的人是大陸 我們完全是 是這樣子嗎 觀眾朋友 我請問大家 將來歷史在平端的時候 蔡英文贏滿意久 贏什麼 我執政有飛彈圍基 你沒有 所以我贏 是這樣子嗎 黃崇諺你領蔡英文的薪水 你講這種話 我不會跟你計較 因為你從蔡總統執政 你一直在總統府 你最清楚了 從發言人幹到副秘書長 罵這個韓國瑜說 喝醉的土包子可以升官 早知道我也早點罵 搞不好我也升官 可是觀眾朋友 我們不能讓這個東西扭曲下來 變成你將來歷史在評論說 蔡英文贏馬英九 蔡英文也贏陳水扁 陳水扁你也沒有飛彈危機 阿扁 把你Q一下 對不對 是這樣比的嗎 我有飛彈危機 你沒有 所以我比較厲害 整個都電動病 你這個認知作戰 你這個是錯的 你這是擦肢磨粉 你顛倒是非 什麼叫做不管製作器有沒有來 他都要第一導電已吸 你剛剛講第二導電 第三導電 他弄多藥就好了 你不是講完了嗎 不然他為什麼要做那麼多 航空母艦 直接寫說稱霸全球就好了 對啊 這不是插話嗎 對不對 所以當然我要強調就是說 這一次的裴洛西來訪 包括第四次的台海危機 現在看起來是告一段落 可是我們缺乏的是什麼 我們對外我們當然不希望 看到台海這樣子緊張兮兮 這樣子兵兇戰危 我們當然不希望 可是我們要去檢討說 為什麼蔡總統領導國家 走到今天這一步 我們有哪些要檢討的 是路線不對 還是政策不對 還是兩岸關係不對 總要有個是非對錯出來吧 可是你看到蔡總統 就說國軍弟兄好辛苦 我三軍統帥來慰問你們 來慰到你們大家好辛苦 然後其他的認知作戰就說 你看我不管裴洛西來不來 大陸都要那一塊 怎麼會變成這樣子呢 我的結論很簡單 我請問大家 我講這個事情 其實我是很那個 我講句實在話 難道蔡總統造成第四次台海危機 我要幫他鼓掌嗎 我要跟他講說 你做得好 所以人家飛彈打過來了 我要鼓勵他嗎 這個邏輯是不會成立的 我們應該想說 為什麼陳水扁那個時候 為什麼馬英九那個時候 台海沒有出現今天這樣的狀況 出現這個狀況 除了單身狀 我們最近有一種國際新聞的 國際情勢之外 我們自己操制在我的部分 我們有沒有需要檢討 跟改進的地方 我們要做的是這個 而不是一面的 你自己做媒體的 你跑去幫執政黨 你跑去幫 他都已經控制了90%的媒體的 你還去幫他辯護 你還去幫他講話 我們人就不夠了 你快去這樓 這說不夠了 這個太太 我就這個東西定調出來 很多人是會被民進黨洗腦的 這洗腦的功夫厲害了 對喔 不管他有沒有來 他都共機都在擾台 這樣講現在有一個道理 是嗎 在裴洛西來之前 他都是在西南角的 ADIZ那邊繞一繞 他沒有射飛彈 陳水扁8年有射飛彈嗎 馬英九8年有射飛彈嗎 都沒有 那現在蔡總統執政射飛彈的 我們不用問一下 我們就我也沒有要給蔡總統 我們說怎麼這樣 蔡總統你也好了 你做兩年飛彈為什麼打過來 一定是某個程度 某些東西出了問題 但是在那邊 飛彈圍經濟地輸的 我們有檢討嗎 沒有啊 我不要罵國民黨的 今天放你 我真的是 很像 很像還 一些這種 這種 很像我們還應該 頒個獎章給蔡總統 是這樣子嗎 當然不是 這一定是蔡總統的 執政出的問題 好 如果有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往往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小瞄一下 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投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 謝謝